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四年十二班六号,陈欣 我今天所要演说的故事是 童罗生,童罗生 有两位年轻人从乡下来到城市 历经多年的奋斗 职业做得很成功 也赚了很多钱 后来年纪大了 就决定回家乡暗想晚年 在他们回家的路上 遇到了一位白衣老者 那位老者手上拿着一面铜锣 在那里等着他们 他们问老先生 你在这里做什么 老先生说 我是专门帮人们敲最后一身铜锣的人 你们两个都只剩下三天的生命 到了第三天后 我会拿着铜锣到你家门外敲 你们一听到铜锣生命 生命就结束了 一讲完这句话 这个老人就消失不见了 这两位有钱人听到后就愣住了 好不容易的城市 辛苦了那么多年 赚了那么多钱 要回来享福 结果却只剩下三天可活 好活 OK啦 两人各自回家后 第一个有钱人从此不吃不喝 每天都愁眉不长 记住他的财产 心想 怎么办我只剩下三天可活 没有下 他就这样 垂头上去 他就这样垂头上去 灭如死灰 什么事也不想做 只记得那个老人要来敲铜锣 他一直等一直等 等到第三天晚婚 等到第三天晚婚 整个人就想 借了地的脾气 终于那个老人来了 拿着通螺针 他家门外 响的敲了一声 还听到啰声 就立刻倒了下去 这位有钱人一直在等这一声 等到了也就死了 第二位有钱人心想 我赚了那么多钱 只剩下三天可活 我从小就离家 从没为家乡做个什么 我想把这些钱拿出来 分给家乡需要帮助的人 于是他把所有的钱 分给穷苦的人 又俘虏又造强 光是这些 就让他忙得不可开架 根本忘记三天后的铜锣森 好不容易到了第三天 有钱人把所有的钱 都捐献出去 村民们很感谢他 于是就请了锣鼓 站到他家门口来听住 五龙五师欢乐喜鼓中的东东家 他面非常热闹 到了第三天晚欢 老人音乐出现 拿着铜锣在他家门外 敲 老人 敲敲敲敲的敲了好几声 但是到我们全都没听到 老人再怎么敲也没用 只好默默的走了 当一个人处于绝望时 又能展现积极乐观的一面 承担眼前的一刻 就不必害怕哪一天 铜锣会响也不必 特别去听那一声铜锣的声音 故事中悲观的有钱人 总是专注于绝望死去这件事 故事中热观者的有钱人 却把注意力集中在有可能做到的事上 于是在危难中有人转机 我的演说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